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上期节目中清风你有提到说 这个德尔利斯在他的书中 有多个个案都提到新的地球 而且还说将来会有两个地球存在 我们人类已经开始在向这个新的地球过渡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又可以都到这个新地球去 到底哪些人他们可以进入新的地球 而哪些人是不可以去的 不能进入这个新地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清风您赶快告诉我们这其中是有什么缘故呢 好啊 德尔利斯的一个个案叫安妮 她在催眠中说地球正在加速改变 而你们的科学家却无法控制 生态环境正因为全球暖化造成极大的破坏 它的发生速度要比科学家所知道的还要快 那她这种说法科学家能相信吗 科学家是相信的 但是科学家认为这个危机是几十年以后的事 可是这个危机它不是几十年以后的事 它已经在敲我们的门了 这倒是 您看这个地球的生态环境 一直在被破坏当中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了 但是破坏到一个什么程度 又产生了多大的负面作用 其实很多人确实不知道 是啊 我们对自己生存的这个地球 其实了解的甚少 那在催眠中安妮的情绪曾经一度变得很情绪化 她还哭了一阵 为什么呢 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来处 就是她从什么地方来的 她看到了有生命在为她充电 在给她能量 她完全能够感受到那就是爱 也就是说这安妮她也是从很高层次来到地球的 而且还有什么高级生命在看护着她 是啊 她就告诉这个催眠师 她说她想回家 想体验回家的感受 那后来这个安妮的潜意识 告诉朵尔利斯说 地球这个次元的振动和频率正在改变 随之而来的动乱就要来临 那这些动乱呢 很多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也有地球变动所导致的 当然呢 还有人类不知道的新能量和存在体 它们的出现造成的 那它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混乱 只有那些已经了解发生了什么事的人 它们才能保持冷静 真的想象不出来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她有说 她说混乱的时候 人们会非常的迷茫和恐惧 会在大街上奔跑 因为他们所有的幻象已经破灭 哎呦 世界末日 如果这样的情景是在这个全球范围内发生 那真的其实太恐怖了 是啊 您说那个安妮她是从很高层次下来的 而且是有高级生命这么一直在看护着她 难道这个安妮来地球 是和地球的过渡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安妮的父母呢 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情绪不稳 而且比较粗暴的人 所以呢 安妮的成长环境 并不是一个充满爱的这个氛围 那她结婚以后 她的婚姻也很不顺利 但是她的潜意是说 人间的经历对她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环境 所以当变动来临的时候 安妮她就可以保持冷静 那安妮她其实是一个疗愈者 而且像她这样的疗愈者非常多 难道这些疗愈者 他们都是从其他星球来的吗 是啊 上期节目中 您有说到宇宙的议会 他们发出了一个召集令 就是招募银河系中的生命 来到这个地球来协助地球 改变地球的能量 提升地球的频率 而且您在上一次的节目中 好像也有提到吧 就说那个个案有提到说 我们这个星球其实被设计的时候 当时只有55万人可以来到这个地球生活 可现在的地球人数已经是超过70亿人了 我还当时很好奇 难道这个地球大部分的人都是从这个外星来的 为什么会来这么多呢 安妮的潜意识就说了 她说因为目前所提供的学习机会 对许多灵魂来说非常的珍贵 这是地球从未经历过的难得的稀有的时期 因此这是一个体验独一无二的灵魂旅程的机会 那它呈现的挑战是在灵魂层面上的提升 所以很多进化的灵魂对这个机会都很感兴趣 这么说来像安妮这样的疗愈者他们来地球 其实也不是全为了帮助这个地球 而是为了自己的提升 可以这么说 但是在灵魂提升的过程中 要面对挫折 你要做好事 你要帮助其他生命 否则你怎么提升 这叫帮了自己也帮了别人 这么说来对我们每一个生命 不管是这个更进化的灵魂 还是本来就属于地球的原住民 现在能生活在地球上都是一个无比宝贵的机会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次地球的层次的过渡来提升我们自己 是啊 地球的这个承受能力也是很有限的 估计还有很多宇宙生命正在羡慕我们 他们来不了 也有这可能 不过地球的频率和振动的改变 不光是会影响到我们人类 对动物的影响也是一样的 朵尔利斯在他的书中提到了一个案例 就让我感觉完全可以解释目前科学家 无法解释的一些事 哦什么事儿 朵尔利斯的另外一个案例在催眠中提到 2011年年初美国阿肯色州发生了一件怪事 那地面上就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鸟的尸体 而且大部分是红翅黑鸟 几天以后呢 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形 那这些鸟的尸体上没有明显的死因啊 都是一些顿伤 官方的解释呢是说当天晚上有放烟火 那这些鸟呢一定是受到了惊吓 而且红翅黑鸟他们在夜间的这个视觉能力都比较弱 所以在低飞的时候就容易撞到建筑物 而除夕那天呢 阿肯色州有可怕的雷暴天气 而且局部地区还有很少见的龙卷风的这种现象啊 这就是这些鸟掉下来的原因 不过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牵强啊 如果这个理论成立 那为什么美国国庆日放烟花的时候 没有听说有什么鸟会因为受到惊吓 从天上咚掉下来了呢 是啊 那在催眠中呢 这个个案就给出了一个 让我也感觉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啊 嗯 他就说呢 这是能量在进行转变的一种象征 像这一些动物啊 他们都是受困于能量变化的表示 他们跟不上转变的这个速度 那动物和人类是有不同的这个能量阶层的 动物对能量的转变更为敏感 要这么说啊 很多神秘现象看来是有解了 对呀 您看这2015年的6月份 南美的智力不就发现了 337头鲸鱼 集体搁浅的这种事件嘛 科学家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外伤 或者是导致这些 这个鲸鱼搁浅的原因 只是推测可能与海里有毒的海藻 或者是一些疾病有关 另外呢 在澳大利亚 这个塔斯马尼亚海岸呢 2009年也有大约200头领航精 他们搁浅了 而在2020年呢 也就是去年了 又有大约470头 这个领航精搁浅了 后来呀 这科学家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只能是猜测了 有人说呢 可能是因为鲸鱼被鱼引诱到这个潜水区了 也可能是因为这些海滩呢 正在大范围内的慢慢的这样倾斜了 而这个鲸鱼呢 发出的声纳脉冲 可能没有办法检测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呀就误打误撞的进入潜水区了 导致搁浅 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有可能啊 像您刚才说的那个鲸鱼的说法 我觉得也有可能 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局部地区的震动和频率 导致了这些鲸鱼的声纳系统判断失误 所以呢 他们就游到这个潜水区了 对 这个是我觉得也有可能的 那个个案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就说 当新世界正在形成的时候 地球的这个能量也在转变 当能量在转移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震动 当地球猛的一动的时候 它就创造了这种震波 就像是在空中发生了地震一样 震动发生在哪个区域了 那那个区域它就会受到影响 那些特定的鸟类 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正好是 他们很敏感的时候 所以就掉下来了 对 那人类的身体呢 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些反应呢 当然了 他说人类的身体也正在改变中 这也是为什么人会生病的原因 他说因为疾病呢 是身体在调整的另一种形式 那他的解释是这样的 他说有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无缘无故 莫名其妙的 你突然感觉不舒服 什么头痛啊 肩颈痛啊 反正就是有不舒服的状态了 其实是因为身体对能量转换的 一种不适应的一种现象 他说你不用去看医生 你过几天就好 但是往往人都觉得不放心啊 他一定得去看医生 那这医生也查不出结果 但是又不能跟你说 他找不出原因啊 对 所以他得给你开点药 就是说有些病 其实你不用吃药 他自己就能好 这种说法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那个案在催眠中 还对着这个朵尔利斯说 准备好 准备即将来临的改变 告诉他们很快就要发生的事 变化和这个次元的这个变动 你要告诉他们 那些能听到你的人呢 是会听的 他们会为这个次元转换 做好准备 而那些听不到的人 他们也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而且他们会认为啊 说这话是疯了 但也有些人 他说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会在他们的心里 点燃一个希望的火花 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那种动乱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会准备好 因此呢 他们也能跟着转移 您说的这个个案 他有没有说到新地球 和这个旧地球 有什么大的不同吗 不光他说了 很多个案都有说到这个问题 他们都提到新旧地球 像是两个世界 那旧的地球会发生大爆炸 不会有很多人留下来的 而新地球呢 是在第五次元 就我们都说的是维度啊 那是充满了和谐与平静 那有些生命呢 已经跨越到了新地球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 周围有些人说走了 他们有可能已经在新地球待着了 对 就大家不要悲伤 其实呢 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啊 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可能会认为是天方夜谭 对啊 那个个案他也说了 有些人会选择不去觉醒 就是不相信啊 那是他们的选择 必须要得到尊重的 可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意识到 并加入这个旅程 那么更多的人 就会进入新地球 那将要发生的事呢 是超越人们的所知 这个个案还特别提到 我看到有些国家的人 正在受到迫害 哦 那这个个案是在哪年 做的催眠呢 它是在2002年 那那个个案他就说 发生这些迫害的原因 是要唤醒人们的灵性 当人们被迫害或者面临死亡时 那就是在唤醒人类的触发机制 2002年 全球最大的迫害的事 当时是中国大陆 发生这个迫害法轮功的事件 对啊 这意思是说 发生迫害的目的 是要唤醒被麻痹的人 是啊 肯定是这个意思 确实很多人都是觉得 那些被迫害跟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嘛 所以呢 也就不去关注了 更不会去替一些人发生了 对 现在的人呢 都比较注重啊 经济效益 钱挣多了 才是关键 对啊 都想的是钱 一切都是跟这个钱挂钩的 那个个案说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测试 许多人正在被测试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 事实上是在测试整体 他还建议呢 要把电视机关掉 你不要去听 你也不要去看报纸 不要陷入其中 你的世界就是在你的身体里 在你的这个空间里 他指着自己的这个身体就说啊 这儿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宇宙 他说如果每个人在自己的宇宙 创造和平与和谐 那就是他们在第五次元的这个地球 所建立的宇宙 那些无法做到的人 他就没有通过测试 确实现在这个假新闻啊 还有什么社交媒体啊 这放出来的消息也讲的太多了 不过啊什么都不看 那也就看不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的节目可说的都是 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啊 给大家带来应该是正能量吧 对啊 不看我们的节目有点可惜啊 不过呢 个案还给了一个关键的信息 就是进入新地球 必须要放下两种最重要的东西 放不下 那你就只能留在旧地球上了 哦 这个信息可是很重要哦 观众朋友 想了解放下哪两种东西 就可以进入新的地球 那就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那下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玄乎神乎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